今天给大家分析,王曼玉新加坡世界杯决赛出局后接受采访,给出输球原因,视频开始前,请用您发财的金手,为本视频长按点赞3秒,万分感谢,北京时间12月5日,新加坡世界杯决赛迎来第二个比赛日,王曼玉在对阵香港一姐杜凯勤的比赛中,0比3爆冷遗憾出局,无缘八强,被淘汰出局后,王曼玉也接受了采访。 采访时整个人的精神面貌还是挺好的,并没有因被淘汰而十分沮丧,他也给出了输球的原因,接下来让我们详细了解一下吧。 然后昨天吧,然后试音场地感觉还是挡板有一点火,然后应该也做好这样的准备,但是呢,今天没想到就每个球之间还有这个音乐可能就是对于自己专注的专注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主要这都是客观原因,但是主要还是自己主观原因这个困难准备 包括从试音赛到这的转换可能包括心态上面还是没有调整好。 而且就是在杜凯琴就拼你的时候,然后这个反应可能调整调节的能力稍微有点慢了。 对,然后跟杜凯琴也是最近一次也是青少年的时候也很久没有打了,然后可能对于球路上也是有一点不太适应吧,然后主要还是自己打的不够好,还是有一些保守。 就是未来你觉得从这个比赛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什么呢? 可能对于这个比赛我觉得还是要下来去总结吧,可能暂时我觉得还是人还是有一点空白吧,没有打进去我觉得。 大家还是...